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力轉 這個星期繼續講一下蜜蜂牌 啤牌 上個星期我們介紹了這六副啤牌 就是比較新的 全部都是2013年的牌 今個星期我們講一些舊的 我們這個系列叫做黃蜂美後針 講一些舊時的啤牌 這副牌是2011年 算夠了 Theory 11 金色的 你見到很多金色的 還有它特別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它整副牌是用金屬油墨印的 就是金屬油墨印的 麻煩你 我們一齊開來看看 你見到這裏有些金屬油墨的效果出來 還有你見到如果開了的話 開了的話 開了的話 好 你見到它的內籠 其實全部 看到嗎 有沒有一種閃亮亮的效果 銀銀色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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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鐵盒一樣的 除了好像鐵盒之外 你看看那兩隻竹卡 拿一隻竹卡給大家看看 那些金屬油墨的效果 跟普通竹卡很不一樣的 拿一隻普通竹卡來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開其中一副 拿一隻竹卡來比較一下 這隻就是普通竹卡 靈身一點的 物水很少油 是啊 靈身一點的竹卡 好 那除此之外 其實它其他都有用到一些特別牌的 好 你這樣看就不覺得的 最重要是看職雷傾 怎麼樣 是不是很明顯 那邊 暗瓦一點的 還有那些紅色的 紅色的 紅金 紅色的Metallic漆油 嗯 我覺得它的顏色真的很特別 是啊 這些 那 它呢 就有一隻特別牌的 就是一隻Double Bag Double Bag 可以用來平時 玩轉牌的時候 你懂不懂手指上轉 在轉牌的時候 你會覺得 漂亮一點 最後就是 Theory Eleven的廣告牌 就這麼多了 這副牌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油墨 用得比較特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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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